現在是第二個部分 介紹吉他的演奏形態 以木吉他而言 最常見的演奏形態 就是單一一把木吉他所進行的伴奏 簡單的說就是自彈自唱 或者是為其他唱歌的人進行伴奏 一把吉他的伴奏裡面 吉他所擔任的工作同時有兩個 一個就是節奏的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和聲的工作 例如這樣子 我現在彈幾個和弦 一樣的和弦 我用比較有節奏感的方式來彈 這是在伴奏的時候我會做的事情 但是沒有主旋律 主旋律就是自彈自唱的那一個自己的聲音 或者是你在幫別人伴奏的時候 那一個人唱的那個聲音 也就是音樂四個要素裡面的旋律 我現在示範來哼一段旋律 由我自己的聲音來擔任旋律的工作 由吉他來擔任伴奏 吉他的這個伴奏裡 會同時包含節奏以及和聲 我把節奏彈得再明確一點 這個就是吉他的主要的一種演奏型態 單一的一把吉他的伴奏 另一種演奏型態 一樣是擔任伴奏 但是會與比較多的樂器 一起來進行伴奏的任務 所以和聲的工作以及節奏的工作 會分拆 由兩件以上的樂器來各自負責 有的時候吉他只要擔任節奏的工作就好了 這時候吉他手甚至不需要發出特定的音高 可能會是這樣 或者是 或者是 當然也有可能 節奏同時帶一點和聲的效果 或者是降低節奏上面負責的任務 然後多擔任一些和聲的效果 像是這樣 我現在會把節奏性彈得稍微不明確一點 然後 比較強調和聲的效果 剛剛彈的那些和聲 如果有另外一個節奏樂器 搭配起來 就會成為比較豐富一點的伴奏 除了伴奏以外 另外一種演奏型態 就是成為詛咒的樂器 也就是 用吉他來負責組旋律 剛剛我已經示範過了 像是這個旋律 這樣彈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乾 因為沒有伴奏 這時候我就需要其他的樂器 來扮演節奏以及和聲的角色 如果沒有其他的樂器 來扮演節奏跟和聲的角色的話 只有吉他這樣彈主旋律 聽起來就相對於人聲的清唱 但有人可能會問 如果是只有吉他只彈主旋律 那不就沒有剛剛音樂所說的 另外幾個要素了嗎 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當我只彈吉他的主旋律的時候 其實音色的部分 吉他還是有發揮到他的作用 至於節奏 其實旋律也可以暗示出節奏型態 這以後我會仔細的說明 在這邊先簡單的介紹一下就好了 例如 我彈出一個節奏性比較鬆散的旋律 我現在彈一個節奏性比較明確的版本 紅色 雖然我受制於旋律必須彈出來的那些音 但是我也可以透過發聲的時間的微調 來展現一種節奏感 至於我能不能夠用旋律 來製造出和聲的感覺 還是可以的 因為和聲主要是一種聲音重疊的效果 如果讓每個聲音稍微的重疊 聽到的是這樣子 比較一下 我不讓聲音重疊的話聽起來是這樣 這就比較沒有和聲的感覺了 如果重疊的話就會有一點和聲的感覺 但畢竟剛剛那種做法就是節奏性比較低 以及和聲效果比較低的做法 畢竟就是一種樂器的清唱了 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吉他擔任伴奏的兩種形態 以及吉他擔任詛咒的時候 我要做的事情 現在要來講 吉他可以同時擔任伴奏跟詛咒 通常我們會說這是獨奏 等一下我的示範中 你會感受到我用一把吉他 做出來有主旋律的效果 還有伴奏的效果 也會有節奏的效果 再一次喔 吉他要發有主旋律的效果 祆祭提供 這次的樣子 會發一額 所有主旋律的效果 弄到 有主旋律的效果 有主旋律的效果 非常多 有主旋律的效果 有主旋律的效果 所以我用另一個國人會發展 但是作為吉他的獨奏示範,他的架構是沒有問題的